十大经典武侠剧 你看过几部 看过五部以上的人都已经老了 他们是金庸古龙笔下的风神之作 满足了8090后的英雄梦 每部都是再也不可复制的经典 大家好 我是外史杂技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 十大经典武侠剧 看看你看过哪个 哪个才是你心中的侠谷柔情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关注 第十个八三版射雕英雄传 它创造了99%的收视奇迹 影响了中国内地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择偶观 是众多7080后的集体回忆 剧中女主角翁美玲的逝世 更赋予了这部经典作品难以褪色的青春记忆 剧中的武打戏份没有使用任何替身 演员们十分出色地完成了武打场面 动作指导程晓东运用了大量激光以及爆炸 来表现武打场面的威力 让武打的效果更加明显 这也让该剧有了更好的视觉体验 以至于播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模仿剧中的武打场景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成为了难以超越的武侠剧之一 尤其是主题曲《铁血担心》 现在仍是很多人KTV必点的曲目 第九个《神雕侠侣》 它是金庸作品中翻拍次数排第二的小说 被人津津乐道 称为经典的当属古天乐和李若彤的版本 因为这部剧完全达到了演员和角色的高度融合 以至于很多人一提到小龙女 就会想到李若彤 足以见得形象塑造是有多成功 《神雕侠侣》是《射雕英雄传》的续集 金庸老先生的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不仅讲述了儿女情仇 而且将家仇国恨交织在一起 既有小情小爱 也有大义大爱 让人看了为之动容 不过最经典的 还是杨过和小龙女的恋情了 不得不说在古天乐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秒杀现在的一众小鲜肉 杨过这个角色 是金庸书里最完美的男子了 他专一又痴情 聪明又灵活 对小龙女自始至终坚定感情 即使在今天 杨过小龙女仍然是金童玉女的代名词 虽然后来又被翻拍了好几遍 但古天乐这版是难以超越的经典 第八个 《天龙八部》 97版的《天龙八部》 曾经创下同时五个卫视台连播的景象 并且收视连续第一 创中国电视史先河 每位角色都堪称经典 尤其是黄日华扮演的乔峰 足够沉稳大气 又有足够的阳刚之气 一套降龙十八掌耍出来 显得格外霸气侧漏 看着都令人雄性荷尔蒙爆发 将一代盖世英雄的气概 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李若同扮演的女主角 后期跟段玉双宿双飞 也是观众心中的一对神仙眷侣 除此之外 这部剧最大的亮点还有它的背景音乐 每每乔峰一登场 背景音乐总会准时响起 接下来就是一段精彩的打斗 然后乔峰再来一套连贯的《降龙十八掌》 来作为结束 让观众人看着过眼 听着热血澎湃 还有本剧的主题曲 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 也是一首神曲 歌词复杂难懂 节奏轻快 至今没人敢翻唱 堪称华语乐坛最难唱的歌曲之一 第七个 《楚留香传奇》 它是十大最难超越的经典之一 刚播出的时候 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其中在弯弯最为轰动 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七十 至今无人超越 这部由TVB1979年推出的《楚留香》 堪称影视史上的经典之作 由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 成为最深入人心的香帅形象 赵雅芝扮演的苏荣乐 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电视剧由古龙写的 《铁血传奇》小说而改编 但在原著故事情节的基础上 进行了演绎 古龙曾感叹 大家只知道郑少秋是《楚留香》 而忘记了《楚留香》的作者是古龙 这是古龙大师的玩笑 《楚留香》这一经典人物 是古龙大师的旷世杰作 然而这句话也反映了 七九版《楚留香》 在当时的轰动程度 第六个 天下第一 有人说天下第一之后 再无侠谷柔情 可见这部剧 在武侠迷心中的地位 在金庸武侠剧翻拍无数次 导演编剧们《乾驴济穷》的时候 是王晶带着这部《天下第一》 站出来扛起了这面大旗 他几乎横扫了当时所有的武侠作品 直到现在回头去看 都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 同时 这部作品的演员阵容 更是出奇地强大 汇集了两岸三地的明星大咖 他的剧情虽然也是围绕主角来展开 但却给每个人物都塑造了 有血有肉的情节 让观众相信 天下第一里的那个世界 和那些情仇都是真实存在的 第五个 《笑傲江湖》 作为金庸作品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笑傲江湖》自然也有不少版本 不过大家公认最经典的 还是1996年的吕颂贤版本 他饰演的令狐冲 惊艳了80后的童年 把令狐冲的狂放不羁 潇洒个性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 也完全贴合金庸原著中的人物形象 电视剧播放后 金庸老先生还给吕颂贤送了一块牌匾 足以见得对他的表演非常认可 《笑傲江湖》的经典在于 他打造了一个善恶分明的武侠世界 人物形象没有脱离实际 还原了一个武侠时代的原貌 在江湖一天 一辈子都在江湖 导演袁英明也是金庸的铁杆粉丝 所以对小说的还原度极高 不管是人物造型 服装打扮还是真实取景 都给了书迷一个惊喜 第四个 《风云》 这部电视剧的火爆程度 在当年可以说是万人空相 以当下审美去看待 这无疑是一部雷剧 夸张的妆容 五毛钱的特效 糟糕的台词 但在2000年初 这部剧给人们带来的是风暴一般的视听体验 不管是人物的刻画 还是武打特技的制作 在当时来说 都是绝无仅有的 赵文卓饰演的聂峰 峡谷柔情 何润东饰演的不经云 外冷内热 对朋友赴汤蹈火 要说演得最好的当属千叶真一 她在剧中饰演熊霸 把一个熊霸天下的野心刻画得淋漓尽致 要说败笔 可能就是剧中的女主角了 长相平平 演技也不在线 风云给了观众太多的震撼 让观众意犹未尽 随后又出了风云2 虽然在男主角身上发生的事没变 但是整个剧情和第一部没有太大关联 也不是第一部的续集 可能让观众比较失望 但是整部剧的特效制作 却比第一部更加精彩 因为风云第一部的经典 20年过去了 至今无人敢翻拍 第三个 倚天屠龙记 从1978年至今 倚天屠龙记被翻拍了9部 每一部都有着大批的粉丝 而在全国范围内的卫视频道 播出的倚天屠龙记是1994年马景涛版本 众多剧迷称此剧奉献了两个经典 首先是他奉献了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 剧中马景涛一人分世父子的方式 在当时来说也算是新鲜 相信他本人对这两个角色做过非常细心的揣摩 并且对原著了然于心 所以两个角色在演艺上差别显而易见 他塑造的张无忌 用善良和温柔去掩盖了原著中用情不专 但该剧中最经典的角色 既不是马景涛饰演的张无忌 也不是赤脚医生许仙版的赵米 更不是颜值堪称人生巅峰的周海媚版周芷若 而是原本剧中的配角杨潇 孙兴版的光明左始 让一见杨潇物中身成了最佳配角 另一经典是他贡献了无首热度不减的金曲 其中爱江山更爱美人 更是火遍大街小巷 现在还存在不少人的手机中 成为传唱至今的歌曲 第二个 鹿顶记 这是金庸的风笔之作 被翻拍了不下八个版本 其中八四是最贴近原著的 梁朝伟饰演的韦小宝 也是被金庸赞为最传神的小宝 这部剧也让所有人都知道了梁朝伟 也成就了他跟刘嘉玲这对神仙伴侣 看过鹿顶记原著的网友都知道 韦小宝并不算是个完全的正派人物 他有善良仗义的一面 但也能偷会片 七个老婆 基本都是靠不正当手段拐来的 如何把小宝演得狡急而不猥琐 油滑而不油腻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梁朝伟版的韦小宝 演出了小宝的圆滑机敏流氓气质 但也展现出了赤子之心情深义重的一面 当然陈小春九八版陆顶记 是九零后最熟悉的版本 豆瓣评分高达八点八分 当年各大卫视轮番播出 之后又不停地重播 很多人都不止看过一次 甚至现在也有很多人不停重看 陈小春把本人的草根匹劲 深深融入到人物中 是最像演员资深性格的一个版本 把这个小人物的小奸小恶 以及大中大义完全展现了出来 赋予维小宝独特的人物魅力 第一个 九一版雪山飞狐 当追梦人的音乐一响起 许多人就会想起九一版的雪山飞狐 当年他首播时所引起的轰动 颇有万人空巷之势 甚至成为一代人成长中 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在长白山实景拍摄 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巍峨的雪山和银色的大地 给厌倦了仿冒场景的观众一个惊喜 漫天飞雪 更为电视剧增添了雄浑壮阔的独特魅力 其中饰演狐匪的孟飞 虽不是偶像明星 但却以其粗犷帅气的形象 和一身真功夫 演活了原著中的这位英雄人物 而龚慈恩扮演的成灵素 也是各个版本中最美丽的女主角 当年倾倒了无数观众 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 很多人想起她的时候仍然感叹 相信很多看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 那铺天盖地的挨挨白雪 小木屋里的幸福时光 还有那瀑布前的重逢等经典镜头 这部剧从每一句对白 到每一个故事的环节 以及人物塑造等等 所有的细节都竭尽一切可能 接近金庸的原著 恰如其分地再现了金庸原著的精髓 它没有像现代武侠剧那样 夸张和搅饰的成分 也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特技渲染 武打场面也同样惊心动魄 更具真实感和震撼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关于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各书己见 做视频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鼓励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 我是外史杂技 我们下期见